晚上八點多洗車場正信員工 離開店裡時 戴上安全帽 坐上一輛紅牌重機 但是這輛重機的主人不是他 是他同事的正信員工 第一天上班 就偷騎同事的紅牌重機去飆車 引擎聲轟隆隆 當時被偷的就是這台日系重機 而真正的主人是他林先生 他也是洗車場的員工 我在裡面房間裡面休息 這邊的員工他都不會 不會有人去動我的機車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愛我的車 我那時候就聽到我的引擎被發動的聲音 然後我就下意識感覺到不對 然後就衝出來 然後衝出來的當下我就看到我車子見了 洗車場開在新北市永和城公路一段 林先生傻眼 車子去年八月才買的 前後花了將近四十萬 結果被新進同事偷走 跑到了這個地方 偷重機跑到北宜公路 往宜蘭方向一路狂飆 享受急速快感 不到兩個小時 警方就在56.5K處 發現重機的蹤影 停在一旁沒有看到正姓員工 巡邏後在廁所發現他正在變裝 企圖躲避茶器 馬上將他逮捕 不管停在私人的地方還是 停在外面的停車場 我都會把鑰匙拔掉 林先生補充當初正姓男子來應徵 自稱身上沒錢 洗車場老闆還好心給他500塊吃飯 並且讓他暫時住在店內 直到找到租屋處 正姓男子還分享自己也有在騎重機 林先生本來還想說遇到同樣愛騎車的人 對他印象不錯 但沒想到正姓男子愛車沒錯 但愛的是別人的車 TBA新聞陳寅人新北時報道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